這樣子看你覺得我大概多久整理一次 就沒有整理過啊 有鑒於此啦 我們今天就帶了整理師 來幫尼亞解決這個問題 只是收納的話 其實是一般大家都會做的事情 有些人的衣櫃可能一進去 就是七八個 有些人房子很大 你在說哪些人房子很大 我說實在的 你應該要再丟更多衣服 但這個短褲都不一樣 短褲也不行 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三五香掌握 我是Ted 嗨 大家好 我是尼亞 換我來公開了 公開我們其實認識很久了 我們其實大概從2020就認識了 而且你們還有來開箱我這個家的 不是 是裝系統櫃 對對對啦 對啦 那個是更早以前耶 還要講說 你們在開這間也是啊 年輕二十幾歲的屋主 那時候很痛苦啊 憋得很痛苦 這一集是 職人曾功夫的單元 Ju Man 我們好朋友嘛 好兄弟 她的另外一半 也要來幫她把關 到底乾不乾淨 是不是一個勤儉持家 是可以把家務 打理好的一個女人 那你看完之後覺得 絕對不是嘛 不是這麼說的 我們這個家裡呢 是這個 亂而不髒 你們要聽聽看 你現在講了什麼 那我先問一個問題 多久整理一次你家 這樣子看你覺得 我大概多久整理一次 就沒有整理過啊 不是才當過完年嗎 有啦 其實我平均 兩到三個禮拜的時候 會覺得她真的太亂了 就會把東西呢 從這裡移到那裡 我相信也不是只有你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女生的共同點就是 尤其是實況主 我們都會買很多很多不一樣的衣服 因為你要開實況嘛 很多實況主還是會 播到一半換一套衣服繼續播 對很多 實況主還有一個是Cosplay 所以你又會有一些這種表演服 你也都有 我也都有 什麼旗袍啦 之類的 很多衣服 那個可能一年就穿一次 你又不能丟它 你捨不得丟 對 就覺得好像什麼時候還用得到 對 但其實都用不到 比如說你買萬聖節的衣服 到明年你會想要買新的 對 有鑒於此啦 我們今天就帶了整理師 來幫尼亞解決這個問題 太需要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整理師詠欣 從事整理師這個工作已經快四年了 目前已經協助超過300個家庭 會協助委屈人整理 收納 然後斷捨離 還有一般的搬家打包上架 那你有整理過這麼多衣服的嗎 其實這樣子的量 在我所接觸的案件中算一般 你看是不是我家沒很亂吧 所以你對手真的滿多的 我們今天也準備滿多問題 可能大家會想要知道的啦 你們算整理師也算收納師 整理跟收納其實是一個動作 先看你的分類 然後確認他要不要去留以後 才會去進行收納 只是收納的話 其實是一般大家都會做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般碰到尾 突然都是收納大事 通常有整理的需求的時候 需要提前多長的時間預約 希望說你有切確要整理的日期 盡量是在一個半月前 過年要更久嘛 過年可能兩個半到三個月 是因為明年過年可以嗎 其實這兩年 因為大家居家的時間比較多了 開始正視家裡的一些狀況 越來越多的新人來投入這個產業 而且大家發現說 其實家裡的問題不是髒亂 其實是因為次序有點跑掉了 需要整理師去協助他們 因為你沒邏輯 他有邏輯 你知道他們有什麼證照嗎 蛤 整理師要證照 證照的話有分歐美的 日本的跟台灣的 目前在台灣職業上 其實沒有強迫需要 一定說要拿到證照 我們團隊的話 這位整理師都是有台灣的證照 跟日本的證照 整理師的證照會很難取得嗎 我們覺得沒有到那麼難 可是後來發現好像 其實也沒那麼簡單 因為他跟你的邏輯有很大的關係 如果有一些你邏輯可能 使用上本來就不通的人 他在這一塊會比較辛苦 所以邏輯不好的人 是沒有辦法當整理師的 基本上邏輯一定要是順暢的 規劃不對的話 其實後續對我也突然 都是一個困擾 因為東西這麼多種 我們現在只光是衣服而已 衣服又分超多東西 禮服啦 短褲長褲 然後長袖短袖啊 然後你還有大衣 然後還有配件 光衣服就已經大爆炸 然後你家裡面 還有那麼多生活用品 而且我還有一些要展示的 什麼公仔啦 實況的配備啊 麥克風啊 耳機啊 blbl之類的 這邊算是15瓶吧 其實室內才10瓶 通常10瓶 會用到多少的時數啊 10瓶有些人是塞到頂 有些可能就只有表面看得到 我們都會請偉多人先傳照片 然後我們去評估說 你具體可能需要多少時間 一般來說 我們是以一個空間來算 大概3到5瓶 可能要到兩位整理師 6到8個小時 如果是衣櫥整理的話 雙門衣櫥 然後120寬左右 大概就要6個小時 一個人 今天因為是公共空間 跟這邊算衣櫥主要 所以是4位 所以4位算正常 因為這已經算整戶整理了 10瓶用4位 算奢華 有評價整理嗎 有評價整理嗎 你這樣整理就自己啊 那作業流程上會考慮到風水嗎 在諮詢的時候會跟委託人確認說 它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 我們在私作的時候會避開 某些區不能碰 某些東西不能移動 我們會依照委託人需求調整 可是如果說委託人沒有這種需求的話 我們就會依照現場的動線去做規劃 貴重物品跟簽約的問題有嗎 開始整理之前先跟委託人說 然後請他幫我們簽確認已經收起來 如果你有規則我們一定要收好 我剛剛有很多私房錢 再問一下就是通常請你們來整理的時候 家裡面是不是一定要有人在還是不一定要有人在 因為整理的話主要是要順過那個使用者的邏輯 讓他知道他具體的物品有哪些要去留 所以本人基本上一定要在 所以我也是要人在這兒然後我去決定說 這些要這些不要 然後你們再去做整理 到時候就讓你們兩個結尾喔 喔好啊也可 因為等一下等一下你也是想偷跑是不是 不是你不能走啊 你不能走我可以走啊 這個要八個小時欸 你不知道陪我在這裡待八個小時喔 可能吧 最後一個問題 通常找你們的人會一直找你們對不對 因為我們大概還是會教一些整理的流程 說你之後可以怎麼維持 那如果委託人再找到我們通常都是有比較大的階段 例如說搬家啊 所以差不多整理完之後 不會說我需要長時間一直去找你們 對因為主要是如果我們把邏輯建立好 你只要歸位跟適度的淘汰 例如你這一季要換季的時候 你就想這幾件我沒穿把它淘汰掉 就能維持大概八成左右 就是最不會做這件事情的 換季的時候就是隨便啦 先丟進去那時候 那應該會有人是比如說固定半年一次 換季的委託人有 秋冬跟春夏要大換季 因為有些人的衣�可能一進去就是七八個 專門的更衣件的話 有些人房子很大 你在說哪些人房子很大 一個人做這件事真的太辛苦 大概是這個樣子啊 整理是在現在的社會上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夯的產業 我覺得是未來會越來越多 持續下去會變成一個依賴 主要是現在都雙新家庭 所以你要兩個人去空出那麼多的時間 說我要來一次這麼大的整理 那我不如花一些錢請一個專業的來 講到重點了 誒 花多少錢 因為我們提供的服務是比較精緻的 會依照每個案件的不同 去做客製化的調整 充點費任局是在九百到一千二 今天這個案件大概是三萬出左右 還是滿奢華的耶 奢華是奢華 可是你會覺得好像一年花一次又還是 如果一年一次的話就覺得很OK 四個人嘛然後可能要八個小時 甚至更長的時間 如果要插隊的話我出一個兩千 沒有插隊的服務吧 不行吧 有買快速通關吧 沒有耶 只能先搶先贏 要不要考慮一下 要吧 不要下班好嗎 我們是做比較日式精緻的整理 會需要一些工具去輔助委託人 這個團隊的工具會特別多 會先有一份服務前收單 先跟委託人確認今天服務的內容 請他先把重要物品先收起來 然後上面會有一些我們基本的工具 剪刀啊麥克筆啊還有一些兩次 底頭的話我們會準備新的垃圾袋跟分類袋 分類袋的話是給雜物居家用品分類使用 透明的垃圾袋是衣服在分類的時候需要袋子 還有夾鏈袋跟白色走子袋 因為有時候現場會沒有一些可以收納的小道具 我們就會用白色紙袋去幫委託人做收納的盒子 另外我們還有一些清潔的用品跟標示的工具 到時候再看狀況會給他用標籤機做打標的動作 即使感染髮的軟體 即使 Tinyình 小小食品的空间 所有的人就是在不同的区块 在做整理 反正大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们也无情工商一下 今天我们的职人 整理师永兴 他也是来自全能委托所 生活服务里面居家整理的师傅 整理师这个产业 也算是现在文明生活的产物 我认为说这个产业 以目前的需求来讲 是远远不够的 比较重要的是 到时候整理完以后 可以教大家说 未来使用的逻辑 应该是怎么样子 才可以让整齐的画面维持得更久 欢迎下载全能委托所 你们可以在上面找师傅 或是成为师傅为大家服务 看一下柜子的规划 OK 因为你主要的直播桌在旁边 这边拿还要侧身过来不顺 所以我们安排是走过来开 然后刚好你视觉的高度 就是你马上可以拿到的 OK 连动线都有安排一下 对对有安排 这样你才不会一直KK的 所以直播的这边都有帮你写 直播法式啊跟一些直播会用的3C 然后下面的部分就是你一些 可能是活动场合需要穿的衣服 也是外出型会抓的 所以也是从这个动线来 SS是短袖短曲 L的话是长袖 帮你分颜色 然后都是让它面在外面 所以你要找很方便 一包一包整理好疗愈 好像新的喔 我感觉多了很多新衣服 然后这边就是比较不常用的东西 我们就网上拿一些文件啊 文具之类的 这边打开的话 因为你镜子在这边 你就可以直接转过来 这样子可以拿起来 然后就可以 喔很快 这样子就很方便 然后不常用的一些3C在上面 然后下面全都是搭配的 围巾啊 发带啊 然后你的帽子 然后这边是饰品 所以就是在这边照镜子可以使用 然后下面因为你的衣服 还是需要换镜 所以我们把秋冬的后衣服 整袋子 这样子很多都看得出来 非常的棒 而且空间多很多 原本的空间可能有前后层使用 可是上层这边空间会没有使用到 对因为就是要看到后面的东西 所以你就会要有一个视觉的空洞 那我们这边现在都把它弄满 然后我是用抽屉 所以你后面不会影响你的视觉说找不到东西 这也是一个你们收纳的技巧 对空间把它极致的使用 衣柜的部分 真的很疗愈 回家有到专柜的感觉 而且每天挑衣服 你不用很辛苦的手 我们那时候看照片是觉得 你折衣服对你来讲太辛苦了 其实吊挂是最适合 现在人使用的方式 对吊挂真的变得方便很多 洗完衣服 你直接衣架就挂回去就好了 就是觉得好疗愈 就是因为它从这样子 然后斜斜斜斜斜斜斜 斜下去很顺 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看过去视觉会比较舒服 而且色系我感觉也 有有有 也有稍微做过搭配 对因为你找衣服的话 这样就不会说 例如我要找某个色系 我要前后装 我就直接看这一区 哇塞 难怪要11个小时 然后我们上面都有帮你做小标签 这个超贴心的 好可爱 整个家整理有大变动 所以需要帮你做一些小Note 然后打开里头的话都会做分层 袜子的话有分 长袜 过膝的 然后这边是怀袜跟长袜 然后原本这个卡住的活动衣 对 它可以一直转了 之前转到一半就会卡住 因为包包卡住 我就会想说这个是再转的 是不是会坏掉 所以现在就是 长的连身裤跟洋装 OK 所以这边都裤子 然后这边裤子 入秋的还有冬天比较怕折的外套 我们摆在这里 好 都帮你用后衣架 好耶 好 哇 好棒啊 然后你的包包 因为原本卡安的就摆在这边 OK 这去算是使用频率相对比较低的 所以摆在这里 好疗愈喔 对 连那个小小的衣服都把它折成一个一个 对 经历了11个小时 我们终于把整间都收好了 我觉得呢除了我会很开心之外 还有一个人会很开心 我们来CUE这个 偶尔会出现的男朋友 怎么会多一个这个 这个是因为他们就是看完我的衣服之后 觉得我衣服才是太多了 然后不买衣橱不行 其实我说实在的 你应该要再丢更多衣服掉 现在这边还是放满了 当然不是现在啦 但我觉得你要再丢个 这边至少要空四分之一 我已经丢了很多漏奶的衣服了 那还可以再丢 像这个 漏腰的 短裤都不要 这个一点漏太多 我也会短裤也不行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棒 是因为我刚刚除了这样看很整齐之外 重点是我看他还帮你用贴纸分类 至少会干净整齐为11阵子 是因为光是看到那个贴纸 东西就不想要乱丢 不便宜 可是我觉得很值得 而且他们出了这么多人力 你这样算一算 我觉得差不多啦 那这样子变开镜之后 你有没有比较愿意来了 今天其实本来是没有cue我的 是我自己主动说 哇 这个整理完了 一定要过来看一下 好啦 那最后再次感谢我们的全能委托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啰 Ted 你给我自己过来组织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